近年来随着人们使用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 汽油价格也是不低 尽管大部分人都有自己总结的省油方法 但殊不知这并不会真正达到省油效果 以下就是这六种错误的省油方法 第一空档滑行 大家可能都认为空档滑行不会耗油 但这是错误的 在空档滑行时 自动挡汽车负荷反而比正常驾驶时大 耗油也更多 而且更容易突发驾驶事故 第二高档低速 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高档驾驶耗油量并不会受低速影响 该耗的量还是那么多 高档低速的弊端就是会使发动机内部积碳 使发动机启动时更加费力 因此更加耗油 第三高压轮胎 人们认为只要胎压高就可以省油 这是错误的 胎压与耗油量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胎压高会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 使其被磨损的更快 并且驾驶起来也不会省力多少 反而还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第四为汽车减重 每次只加半项油 大部分人认为 只要加一半油 可以让汽车变得轻一点 从而更省油 然而并非如此 要知道汽车一次性加好油跟两次加油的行驶路程是不同的 如果为了省那一点的油而耗更多的油 岂不是不得尝试吗 第五暂停熄火 堵车红绿灯等情况发生时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暂停熄火 他们不知道的是 熄火不超过1.5分钟的话 重启时发动机会更耗油的 而且发动机经常重启 也会减少它使用寿命的 第六原地热车 冬季时人们都会选择原地热车 其实这样是很好油的 不仅车内升温慢 而且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 所以这也是不可取的 其实呢 只要避免以上的省油方法 并且合理驾驶 加速减速平稳进行 注意保养轮胎及其他零件 这样就可以真正的省油了